不管你有没有在投资 还是你只是一个很喜欢存钱的人 又还是你根本就没有钱 这期影片我都建议你一定要把它看完 因为很可能在2024年 就算你不投资 不穿业 你的钱都可能会减少一半 再过几天就是我们的历存了 从古人来讲 历存过后才是正式的进入2020年 假成年 那么2024年会是怎样的一年 经济会不会变好 股市会不会上涨 世界的变化又会是怎样的 今天我会用史上最神奇的预测来跟你做分享 那我个人是对玄学是非常有兴趣的 前一节日子我去参加了 2024年的风水与财富战略大会 在风水大会也用了史上最准的地母金 还有腿背图对2024年的世界局势做了预测 那在这期影片我会跟你分享 在2024年绝对会影响到你的钱的预测 影片的后面我还会告诉你 我今年的投资策略会是怎样 如果你想在2024年降低你的投资风险 甚至是在混乱中找到赚钱的机会 那么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完 在影片开始之前 我想跟你们借3秒钟的时间 帮我点赞这个影片还有订阅这个频道 你们的支持是我做下去最大的动力 谢谢你 1 2 3 讲到每一年的预测 预测到最准的绝对是地母金 还有腿背图 我们就先来看这两部文献 再告诉我们今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地母金 是古人用来预测每一年的收成的经文 换到今天来讲 就是用来预测我们的经济状况的 对于2020年地母金是这样讲的 太岁甲成年 稻麻一半孔 春夏朝淹没 秋冬流不同 这两段是这样解释的 甲成年也就是2020年 收成会减少一半 春天还有夏天会有暴雨洪水 会淹没一些地方 秋天和冬天的天气变化比较大 影响到冬作物的生产 可能暗示着2024年 资源会短缺 物资供不应求 那么我觉得很有可能物价会再次上涨 通货膨胀2.0会出现 接下来 鲁地三叶好 武邦谷不封 山气末后贵 香鹤好天虫 孤卖价力高 雪洞在山东 这里指有些地方的收成好 有些地方的收成不好 代表世界的经济好坏产半 然后又提到很多东西会变到很贵 再次暗示我们在2024年 通货膨胀很可能会卷土重来 甚至到了年末的时候 会有很多行业的发展会泛黄或者停滞 接下来是地母金预测的部分 龙头鼠甲城高低共5分 斗卖无成石 溜出玉昭尊 更看冬之后酸血落纷纷 暗示2024年是一个经济高低起伏不定的一年 经济没有成果 收成也不好 每个人的资产都会遭殃 都会受到影响 甚至还有可能出现粮食危机 物质短缺的问题 当然年尾还是没有好转 反而还有可能雪上加酸 从地母金我们可以看到 整篇都在告诉我们 2024年是一个收成不好的年 而且还会物质短缺 造成物价上涨 看回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 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2020年依然会有挑战 通货翻战的问题会再回来 所以我们手上的钱就会增加的贬值 这点就是我们绝对需要留意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推背图讲的 推背图是一部古代的预言书 是由非常有名的古代天文学家李淳峰 还有风水师圆天干 这两位大预言师对于未来的重要事件的预测 首先我们先来看2020年推背图的图 有一个古代的武士在玩球 像是在控着球 右手右脚控球 很多人解释说右手右脚也代表西北方 很有可能暗示着 接下来的2020年的世界趋势 将会受到西方或者西北方的影响 这个西方和西北方很有可能讲的就是美国还有俄罗斯 而且在古代 右侧也代表五 用右侧来控球 很可能也是在暗示着2024年战争还没有结束 甚至还会有新的战争 需要靠武力来镇压 接下来我们来看推背图对于2024年剪了什么 天地毁满 草木攀直 阴阳反备 上涂夏日 冒而须带血无头 手弄乾坤和热修 99年称大错 称王子和在秦州 讲的就是天地都是黑暗 草木重生 太阳也被土埋没了 暗示着暗残的危机正在慢慢的发生 原本是对的是好的被淘汰 不好的取而代之 世界会有很多的变化 很多的事情都还在调整着 所以世界的局势是还不稳定的 总的来说 2020年可能是没有那么好的一年 甚至还有可能会有战争 或者会有新的领导者出现 可能你会想 为什么我们要听这些预测 就我个人而言 我每次听了这些预测过后 我就会把重点都写下来 然后根据当前的局势做分析 才来规划我接下来一年的投资策略 经过了分析过后 如果新的一年的经济是比较好的话 那么我就会提醒自己 在投资组合上可以做得比较激进一些 趁着好的时局去多赚一点钱 但是如果预测到那一年的经济是非常不好的话 那么我就会时刻的提醒自己 不管做任何投资的布局 我都应该多考虑几个层面 要多做一些功课 甚至也会把投资的组合 转移到比较稳定的地方 总之就是 要掌握好投资的风险就对了 对于2024年的经济分析 我认为有两点会在2024年 影响到我们全部人的投资 第一点就是大选 2024年是大选之年 根据数据 今年全球会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上的大选 涉及全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 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选举 更是会很大的影响全世界的经济走势 在推背图里面也暗示了 今年的局势依然是乱七八糟的 需要等一个有权力、有武力的领导人出现 那么美国跟俄罗斯的大选 绝对会是我们值得注意的 而且也会很大的影响2020年的经济的 那你可能会问 别的国家的大选跟我们的投资有什么关系 绝对有关系 除了是现在已经发生了的中美贸易战 俄武战争等等这些大事在未来的走势会怎样之外 美国的大选也是会影响美国的经济还有股市 甚至是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经济还有股市的走向 因为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 拜登又怎么可能会让美国股市出现大跌的情况 那么为了要稳住股市还有经济 有两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利率还有通货膨胀 这两点也是现在每个投资者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一是美国真的会降息吗 二是通货膨胀会再回来吗 现在全世界都在等美联储降息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美联储降息 降息就是等于把资金放出来 就好像在2020年因为COVID-19的关系 全球股市大跌 经济衰退 美国快速的降息加放水 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的股市都是涨涨涨 马来西亚的股市也不例外 再加上今年的11月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对于股市会是利好的 可是 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 我们先来知道为什么美国要降息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债务规模太大了 2024年更是有可能创下历史新高 债务越高 需要支付的利息就越高 经过这两年疯狂的加息 从过去原本接近0%的利率 加到现在已经有5.25%到5.5% 不只人民受不了 美国自己也已经受不了了 再加上今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 拜登如果想要连任 肯定不会让股市大跌的 也不会让经济萎缩 所以降息应该是肯定的事了 可能你想问 现在降息是好事吗 虽然讲适当的降息是好事 可以让很多人松了一大口气 可是对于现在来讲 如果太过着急去大幅度的降息来刺激经济 那肯定不会是好事 因为目前我们的同货膨胀在刚刚受到控制 如果在这个时候急着降息来刺激经济 那么等着我们的将会是同货膨胀2.0了 就会很像弟母亲讲的那样 2024年大概率同货膨胀会重新回来 所以我个人觉得 2020年的股市会因为美国的降息 还有刺激上涨一段日子 全世界的股市也会跟着美股一起上涨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但是 这个刺激会是短暂的 等到美国大选过后 即将面对的就是同货膨胀 到时候如果美国再吃神西药 来压同货膨胀的话 这样子一下放水一下收紧 对于经济还有股市都不会是非常好的事 所以对于2024年在投资上面 我们就应该要多一些保守 上面讲了那么多 那么我今年会怎样布局我的投资呢 我今年的投资布局绝对是会偏向保守的 可是不代表完全不投资 相反的如果有短线投资的机会出现 比如美国真的大幅降息加半水 我就会拿一部分的投资资金来做短线的投资 这个比例我会维持在我的资金的18%到20%左右 除了短线投资的部分 在接下来的一年 我只会保留我手中那些有持续派息 而且股价还没有被搞扑的股票 然后每个月持续的加码信托基金 剩下的钱我除了会存下来提高我的投资组合的后背景 让我在真正的投资机会出现的时候 有多的钱可以出击 我也会尽可能的减少我的债务 守到下一个投资的机会出现 所以今年我的投资策略就会是以手为拱 如果你还想要知道更多布局投资的策略 我会在之后的影片跟你做分享 除了今天跟你分享2020年的预测 我之前也做了一期影片 有提到在未来的20年绝对会包袱的赚钱领域 有兴趣的伙伴可以去看看 好了这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类内容的话 也帮我这个影片点个赞 希望大家在接下来新的一年 投资顺利 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